索朗 怎么 什么 嫁给索朗 你看看你 又嫉妒了 来来来 你先坐下坐下坐下 慢慢说 这个索朗啊 我知道你对他有成见 可是我反复的一想 他对我们家族贡献很大 救过我两次命 现在呢 又是我的名团司令 所以啊 着马要嫁给他 我还真是放心了 这怎么能行呢 虽然索朗现在是民团的司令 可他也是个贱民出身 先前又干过 大家劫舍的马赛营生 装骂怎么能嫁给这种人呢 你看看 我说你啊 总是这个样子 这个索朗啊 不是贱民 而是贵族 贵族 这怎么可能呢 你还记不记得 礼堂的确则兼赞家族 知道 监赞家跟邦达大吐司 发生过领地冲突 后来被邦达大吐司灭族了 对了 这个索朗啊 就是确则兼赞家族的后代 你还别不相信 我派人去调查过了 索朗确实是确则兼赞的儿子 人要是这样的话 我们岂不是得罪了邦达大吐司了吗 听说邦达大吐司 现在还在追杀 奸赞家的后代 那是他们的不对 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哥哥 虽然索朗救过你的命 可他毕竟是九龙湾的 好了好了 哈人哪 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 就是 人非圣贤 熟能无功 辣子回头了 我们必须要宽容 可他毕竟是在九龙湾 跟过马贼的人 这要是传出去 那我们乐仓家 怎么了 乐仓家子 是现在我们信任他 他是我们的民团司令 我们得重用 跟别人有什么关系 可这马好像并不喜欢他 你也知道 卓马是个妞皮鸡 这万一要是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 说实话 为了我们乐仓家族的大业 你说 卓马该不该受点委屈啊 我还是劝你好好想想 这个事情关系到 我们乐仓家几百年的基业 要是卓马跟那个左朗婚后 真的不合 那怎么办 这我倒是不担心 你想想看 卓马是吐司 索朗不过是辅佐他 万一我归西了 还有你啊 哥哥 我是这么想啊 这这现在啊 卓马拿他还没有心上人 我把他嫁给索朗的话 那可正是时候 嗯 正是时候 实话告诉你吧 卓马已经有心上人了 有心上人 是 谁啊 救龙湾的马贼 扎西 扎西不是已经死了吗 他还没死 他到吐司府找个卓马 没死 千真万确 你们走了以后没几天 他就来了 他闯进吐司府被我抓住了 他还说卓马喜欢他 他见了卓马 也要跟他说他喜欢他 这个该死的马贼 你不是已经抓了他了吗 为什么不杀他 这事我也觉得不可思议 第二天我就把他拉到了法场要杀他 可被人救了 在法场上被人救了 什么人 我正在查 不知道什么人救的他 传我的令 统计这个马贼 这事我看 还是在暗地里做 不然 热起了捉马 那这事又 那就按你说的做吧 去吧 是 哥哥 那我走了 去吧 去 把索兰给我交来 是 把索兰给放下 把索兰给放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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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阿爸 我想找你谈谈 阿爸不想听 阿爸 为什么你能为你心爱的人 苦苦死后二十多年 却逼我嫁给一个 我根本不爱的人 身为乐苍家子 长子 长女 没得选择 但你已经选择了呀 不哭了啊 来 你站起来 正因为阿爸受了二十年的苦 才不想让自己的女儿再重蹈覆辙呀 阿爸 尽管你现在有了心上人 也只是刚刚开始 心还可以收回来 不像阿爸 或俱美 我们在一起啊 整整生活了三年 而且我们还有了孩子 孩子 是 那个孩子呢 死了 藏家老爷 你什么意思啊 所老 这是二十根金条 足够你买下一大片领地 你走吧 走 走 藏家老爷 左朗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左朗 你要懂得见好就收 别到时候弄得鸡飞蛋打 什么也捞不着 是吗 藏家老爷 不 我应该改口叫您 脏迹阿阔 你配吗 配不配 这都即将成为事实 我马上就会成为你的侄女去了 咱们都是亲戚 您怎么可能让我走呢 左朗 你不要痴心妄想了 我们乐藏家族 是不会收下你这样的人的 藏吉老爷是不喜欢我 可是多吉老爷妈 就不这么认为了 左朗 你真的认为 琢磨 会嫁给你吗 藏吉老爷认为不是吗 好 左朗 这么说 你是要跟我作对到底了 是不是 藏吉老爷 我怎么可以跟你作对呢 咱们都是亲戚 同为乐藏家族的人 就应该一起为乐藏家族效命 不是吗 你给我滚 藏吉老爷 你现在是不是特别后悔 当成让我去巴勒村救主吗 你心里 一定暗暗地埋怨自己 引狼入室了 是不是 你给我滚 给我滚 我会走的 说完话我就走 你不用念我 藏吉老爷 我告诉你 整个中殿地区都将是我的 你说 你那几根金条 我看得上吗 你 你痴心妄想 你阿爸 当时爱上的那个姑娘叫曲梅 她可是巴东最美最美的歌丧花 阿爸 吓得一首非常好的蜜芒 吓得真好 阿爸也喜欢下棋 可在巴东没人能吓得过她 阿爸经常跟她吓 结果一次都没有赢过她 阿爸爱她不是因为她漂亮 而是因为她聪明善良 来 阿爸 阿爸 当时你是不是也知道你们的身份不被允许 那干嘛还要跟她在一起呢 当时啊 你阿爸的心情跟你现在是一样的 就想啊 你阿姨身体好 身体非常好 阿爸想要集成吐司的位置啊 怎么也需要十年二十年 我就想啊 有足够的时间 能够劝说你阿姨 所以你就违心的先娶了我阿妈是吗 傻孩子 委屈阿爸了 是你阿姨欺骗了我 阿姨干嘛骗你啊 她当时说 我娶了你阿妈 就可以把娶美一家接进府来 我听了她的话 娶了你阿妈 可结果呢 娶美一家不仅没有被接过来 你阿姨还把她们给赶走了 你阿姨还把她们给赶走了 赶出了巴东 把她们赶走了 把她们赶到了金沙江 很穷的地方 那时候 我们的孩子 才两岁 两岁 阿姨知道那个孩子吗 知道知道 阿爸呀 抱着孩子 给你阿姨看 她一眼都没看 亲骨肉 好了阿爸 阿爸 那后来呢 后来啊 阿爸 生气了 阿爸生气了 就让龙多去接 把娶美给我接回来 可是 怎么了 说呀 都死了 都死了 死了 都死了 这 这肯定是阿姨干的吧 我了解阿姨 她 她再恨 也做不出这么残忍的事 做不出来 那怎么会 无缘无故的就死了呢 她阿爸查清楚了 是另外一伙阿爸 杀了她的全家 阿爸 是 我 没事 都过去了 阿爸 你哭了 嗯 什么 都吉吐司要把卓马小姐嫁给索朗 是啊 啊 我真后悔当初 是我引狼入世 我引狼入世啊 哎 丧吉老爷 用我们汉人的一句话说 这叫长年打雁 却给雁捉了眼 你这 县长大人 现在说这些没有用啊 您得帮我除掉索朗啊 我能有什么办法啊 我手里又没有兵 这兵马都在索朗的手里控制着 吐司老爷又那么的信任他 我能怎么办 请立江保安团的事情 有着落了吗 现在该是 欲死亡破的时候了 对了 我正要告诉你这件事呢 立江保安团的张团长 已经被撤换了 新来的团长我都不认识 你给我的那些经费啊 我要退给你 不不不 县长大人 您得帮我请来一个营 实在不行 两个连也行啊 如果终殿真的落到索朗的手里 那终殿真的要 丧吉老爷 我不是不帮你 我是有心无力啊 县长大人 您想想 只有我丧吉 才能全心全意的跟您合作 如果终殿真的被索朗控制了 那我们乐苍家 几百年的经验就 实话跟你说吧 你们乐苍家族的事情 搞得我非常的头疼 这么些年了 你要是狠狠心 终殿这个土司 早就是你的了 还至于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吗 县长大人 你的意思是 不帮我了 我不是不帮你 我这个县长 只不过是个化名而已 一没权二没兵 我是爱莫能助啊 你 好 所良司令 老爷在和小姐聊天 请你在这里稍后片刻吧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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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给你讲这些 就是要让你知道 爸爸为了这个家族 放弃了最珍贵的东西 你也一样 为了乐苍家族几百年的基业 也必须要做出牺牲啊 爸爸 你觉得这样子值吗 为了保住乐苍家的基业 咱们就得牺牲自己的幸福 为了保住地位 咱们就得跟贵族结婚 阿爸 你又不是不知道 就那些贵族 都是一些枉固子弟 正因为是这样 所以阿爸才让你嫁给索朗 索朗很特别啊 尽管他是贵族出身 可身上却没有一点点贵族的毛病 而且他很喜欢你 你的眼里到底看的是什么呀 索朗他就是一个恶人 他一直都在骗你 你难道不知道吗 阿爸 阿爸 能不能不要再这么执迷不悟了 到底是你执迷不悟 还是你阿爸执迷不悟啊 你想想啊 索朗在这短短几天 为咱们家做出了多少事啊 救过阿爸两次命吧 是不是 也救过你 你怎么一点点感激之心都没有啊 阿爸 阿爸 难道你不觉得 尼西的那件事情很奇怪吗 为什么 索朗把公布抓了起来 他自己就把他给杀掉了 都不经过我们的审问 你不觉得这里面 他是在隐瞒着什么吗 哎呀 当时啊 你阿爸在睡觉 公布拿着酒 好了不跟你说了 卓巴 阿爸苦口婆心地劝了你这么长时间 你仍然知名不悟 不能怪阿爸 阿爸 不是我不听你的话 如果换成别人 我可以考虑 但是索朗绝对不行 阿爸 在我心里面 我只爱一个人 就是扎西 他没有死 他还活着 他 我要去找他 卓巴 什么 扎西没死 苏朗 捉骂小姐的话不可信 扎西条衙是我亲眼看见的 怎么可能没死呢 肯定是不愿嫁给你才这么说的 也许他说的是真的 你去挡探 如果扎西还活着 一定把他给我杀了 是 哦对了 县长陪人来过说让你去一趟 他没说什么事吗 他没说什么事吗 好 我就去会会他 是 四朵司令 恭喜你即将成为土司府的女婿呀 县长大人消息够明通大家 这么大的喜事 能瞒得过我的耳目吗 一定是桑极老爷告诉你的 对吗 真聪明 多吉吐司选你为卓马的丈夫 看来还是选对人了 说了 以后我们还要京城合作啊 那是 我还要仰仗县长大人 多多支持啊 这你放心 我会像往常一样支持桑极一样的支持你 不过就要看你怎么做了 索朗明白县长大人的意思 桑极老爷答应县长大人的事 索朗也一定能够搬到 索朗啊 我说我看好你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啊 谢谢丹巴哥哥 谢谢丹巴哥哥 丹巴哥哥等一下我们是去哪里啊 再往前走就是奔子兰镇了 奔子兰镇 伦布会在奔子兰镇吗 奔子兰镇是北上卡瓦格伯 南下独国宗城的必经之路 就算他不在哪儿也会有人见过他 有人见过他 见过他又怎么样 他们怎么知道他是伦布 伦布为了找你 和美在他们每经过的一个村寨 都会留下他的歌声 在他的歌里有你的名字 也有他的名字 还有他对你深深的爱意 所以只要跟人打听 就一定会有人知道 这 这个伦布 他怎么这样呢 他找我就找我 干嘛把我的名字唱进去呢 和美 难道伦布这么痴情地找你 你怎么还埋怨他们 是啊 和美姑娘 我就没见过像伦布这样痴情的扛骂汉子 你要是不嫁给他 那才是 我 我是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 洛三我告诉你 以后在丹巴哥哥面前 你不要开这种玩笑 是 和美姑娘 那我也没见过像你这么痴情的那七姑娘 这样就行了吧 这还差不多 所以啊 你跟伦布都是痴情绝顶 你们该在一起才是啊 你 你怎么又胡说啊 我告诉你 你再胡说 我让白月亮把你顶到河里去 我 我我不敢了 不敢了 这世上的爱情 真是让人搞不懂 爱你的人儿呀 你不爱他 他爱的人儿呀 又不是你 你痴心妄想的 追着他走 他痴心妄想的 陪你去 陪你去 寻找爱人 洛三你在唱什么歌啊 哪有你这样的歌啊 我就是瞎上的 你瞎听就是了 你怎么不吃饭呢 我想等丹巴哥哥回来一起吃 你真的要跟扎希大哥结婚吗 丹巴哥哥千里迢迢来找我 我能不嫁给他吗 不是 其实 丹巴哥哥 你找到伦布了吗 我没找到他 不过我知道他去哪了 他去哪了 他去哪了 他在镇上唱了好几天歌 他跟镇上的人说 他要去开望阁脖 找他最心爱的女人 这个伦布 谁是他心爱的女人 我才不想做他心爱的人呢 赫美 伦布他跋山涉水 千辛万苦地去找你 你不该这么说他 就是啊 和美姑娘 你 你这么说伦布有点太 那 我太什么了 丹巴哥哥 我惹你不高兴了 没有 我只是觉得 就算你不喜欢他 也应该真心地恳击他 可是 我心里真的 躺不出地方给他 我 好了不说了 来 先吃饭吧 我不吃了 这样吧 我去让他们 做些你喜欢吃的菜 丹巴哥哥 丹巴哥哥 是不是真的生我的气了 我看是 可美姑娘 我说你啊 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什么意思啊 我虽然不认识伦布 可是这一路上 好多人都在传唱他找你的哥 我 要是有一个人 这样吃心爱我的话 我就是死也原意 你别再说了 你知道我为丹巴哥哥死过多少次吗 不去看瓦哥博山 不就是为了 和美姑娘 你别哭了 你哭什么呀 这 这唯一扎西大哥回来 还以为我欺负你了呢 你 你要去哪儿啊 我 我去找桌马小姐 你着什么急啊 我看你面对和美姑娘这么为难 我能不着急吗 那你让我怎么着 为了去找桌马 把和美一个人丢在这儿 那你跟和美姑娘说清楚啊 能说清楚我早就说清楚了 我开不了口 要是和美再出什么事 我这辈子都没脸去见何东爸 也没脸再回白水台了 和美姑娘 不会这么脆弱吧 我们只要把话跟她说清楚了 别再说了 我去看看她 你怎么一点东西都没吃 就没有用员 你怎么一点东西都没吃 但是不舒服吗 我没有不舒服 菜都凉了 我去给你热一下 丹巴哥哥 丹巴哥哥 你跟我来 丹巴哥哥 丹巴哥哥 你闭上眼睛 这是小时候玩的 你闭上眼睛嘛 好 你这是干什么 快把扣子扣上 丹巴哥哥 我 我迟早 迟早都是你的 阿妹 你倒点休息吧 丹巴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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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巴哥哥哥 结合合口的一个营 已经撤回巴东了 撤回了 是啊 撤回对我们来说是件好事 巴东距离叶之吐司的雅鼠不是很远 只要我们翻过白芒雪山阳公叶之 叶之吐司一定会把巴东的兵力迁回来 这样我们拿下巴东 就变得轻而易举了 嗯 要真的拿下了巴东 我就把巴东这一片领地全部赏赐给你 另外 你和捉马的婚礼跟着就办 多谢吐司老爷 我愿为您战死相场 在所不辞 不过吐司老爷 至于我入赘吐司府的事 我可还是算了吧 怎么了 不喜欢我女儿了 我喜欢捉马小姐 可是我知道 她不喜欢我 我不想让吐司老爷强迫捉马小姐 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 我可还是算了吧 我实话告诉你吧 在乐仓家族 婚姻是没有选择的 如果是你不喜欢她 我不勉强 如果你喜欢 就不用担心了 我喜欢捉马小姐 老爷 我跟你说过 从我在九龙湾第一眼看到她 我就喜欢她 可是 好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你给我记住啊 只要我认了 你就是我乐仓家族的女婿 多谢吐司老爷 作朗一定肝脑涂地 报答您的大安大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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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好 我金梅竹马长大的 他也爱着扎西 你就是因为这个哭囊吗 或许现在他们两个就在一起 那你是希望他们在一起 还是不希望 神父 我有罪 当我得知扎西死的时候 我可以大方地祈祷 扎西的灵魂去陪伴和美 后来我知道扎西没有死 我却希望扎西能够陪着我 我很想去找他 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和美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准了 扎西冒死前去吐寺府 向你表述爱情 这你是知道的 那你怎么对自己这么没有细心呢 神父 你没有见到和美姑娘寻死时候的情景 如果我们对扎西的爱 可以用多少来比较的话 那和美的爱 一定比我多 比我更纯粹 我出于身份 对扎西的感情总是遮遮掩掩的 如果上帝 可以判决爱人的归属 那我一定赢不过和美 我当然没有自信 即使我知道扎西是爱的 这么 我明白了 你之所以没有信心 不是因为你认为 那位和美姑娘比你更爱扎西 而依然是 你的身份和地位是不是 也许是吧 我也不知道我再有余神呢 神父 阿爸让我嫁给所老 的确 我也担心这个 尽管我知道这件事情 并不会影响我什么 可我一想到 我的质地 可能让年老的阿爸受到打击 我就想去妥协 神父 你说我为什么要生在吐司府 如果我要是像和美那样 是个农家姑娘 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了 琢磨 痛苦较躁的琢磨 我能感觉到你内心的煎熬 你一直是一个很自信的姑娘 没想到的是 你的尊贵的身份 在爱情面前 竟然拖累了你 不 琢磨 先前的事实 可以证明 扎熙爱的是你 他的心是属于你的 你的羁绊 就在于 受迫于夫妻的压力 琢磨小姐 也许 我可以帮助你 不 神父 你帮不了我 任何人都帮不了我 哎 尽管多吉先生对我有称见 可是我想 他跟丧妻老爷不一样 多吉先生 有更多的怜悯和通情心 我跟他说一说 也许他会有所考虑的 不 神父 阿爸在临义面前 是不会听任何人的劝说的 说嘛 我们是好朋友 不是吗 作为你的好朋友 我有责任 去和多吉先生说说 你的痛苦 没用的 神父 你看现在 就有卫兵跟着我 我就像一个囚犯 哪里都去不了 所以我猜要 去跟多吉先生说 他这样 囚禁自己的女儿 是不忍道的 长毒兵器场 有消息了吗 回老爷 有消息了 他们说是没有问题 只要我们钱到了 枪和火炮 马上给我们运过来 你告诉索拉 一定要摸清楚 巴东那边的兵力部署情况 是 老爷 我们购买武器的事情 千万不能走漏了消息 老爷放心 绝对不会走漏半点消息 等武器一到 立刻发病 是 老爷 老爷 神父求见 神父 多吉先生 你这么剥夺他爱的自由 这不是太残忍了吗 有一句话我忍了很长时间了 今天我必须得告诉你 就是你所谓的自由影响了我的女儿 我的琢磨现在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我还告诉你 就因为你救过我的命 否则的话我早把你给轰出去了 不论你怎么责备我 我都可以接受 可是这关系到捉马小姐的幸福 哪怕你把我赶出重殿 我也得说 让捉马小姐自由地选择爱情 这些话是捉马让你来说的吧 这些话是捉马让你来说的吧 这不 这不是 作为捉马小姐的朋友 作为捉马小姐的朋友 我有衣物 老爷 送客 是 老爷 敦记先生 我还没有说完 神父 你先回去吧 老爷正在火头上 你就是说破大天也没有用啊 忠诚的龙多大官家 你能忍心地看到 即将到来的悲剧发生吗 可这有什么办法呢 老爷的决定是不能改变的 捉马小姐 一致把你当爷爷看待 你还是帮助 捉马小姐说服多吉先生 可现在多说无意 反而会使老爷更加反感 那这么说 你是要绣手判官了吗 神父 我也不想这样 可你这个时候说这些 只会让捉马小姐处于最不利的局面 有些事情 只能暗地里去做 而不能说 你明白吗 唉 才遥远地神明雪山 绽放美丽 圣洁的训练 无与天的日月的灵感